露營熱潮是越來越夯 有部分營區甚至主打的就是豪華體驗 這價格是比五星飯店還要貴 只是有民眾花了大錢 實際體驗卻很糟 不論是射箭還是到泳池消暑 親子露營顯得真夯 有的主打五星體驗 三人張原價就要一萬二 但卻也得小心暗藏陷阱 滿滿螞蟻小朋友 幾乎連連就有家長抱怨 來到主打直上五星級體驗的露營區 但搭在漁棚區卻是來體驗 清掃螞蟻和微蚊子 沒完沒了的蚊香洗禮 噴好噴滿的防蚊液 甚至規定十點半前 就得收完帳篷 時間一到立刻要求撤離營區 連人情味也大打折扣 有夠傻眼 世界聞聞露營民眾 也點出不少誇張體驗 因為它旁邊是農田 所以可能整個露營場的那個 蒼蠅會很多 那有什麼避免嗎 那個可能就沒完 就是可能你自己 平常在帳篷裡面 怎麼就是自己在拉好 因為有時候在那個網路上 他們的那種風評 看到都很漂亮 實際上去的話 還是有一些 我們大家的公德心的部分 會有愛觀瞻 露營地內真的不少 甚至有網友發文質疑 高級露營一陣子超紅 價格比五星飯店貴 十歲便便就破萬 現在卻很少看到有人露營 通通風出國 指乎露營是不是已經下神潭 但其實專家達人也分享 壁壘小沛伯 夏天來說當然會選擇 像是樹蔭會比較快 涼爽或是像是雨棚區 它又會有遮蔭 但其實像冬天 其實像草地 它就會是一個滿好的選擇 從場地配備天氣 想要確切感受露營樂趣 功課真的得做足 才能避免花錢享受不成反吞樂 一肚子氣 記者黃家維 夏軍臣採訪不到